记者叶勇前东港报道,却报道东港吃黑鲑鱼不被当盘子,县福选出了东港,临边,小琉球十二家优良商店,让消费者可以参考。 每年东港黑鲑鱼文化观光季举行时总是吸引大量游客到屏东来,但有少数商家刻意抬高价格,因此县福每年举办了食品卫生优良商店分级平和认证,让消费者能够分辨优良的商家,不会被扛盘子。 今年共选出十二家优良商家,其中十家为餐饮业,两家观光美食业,平定邮级的四家业者为,嘉珍海产餐厅,天江海产店,三菱日式料理,味艺食品行,平定良级的有八家味,阿龙海鲜小吃部,东升餐厅,百味海鲜餐厅,金一瓶价海鲜餐厅,大福羊肉海鲜店,秀月手工麻花卷, 长篆海鲜楼,小琉球鼎精彩创作料理店等,县福表示,认证平和重点除了食材管理制度及废弃物处理管理外,烹调作业场所,员工个人卫生,厕所卫生,用餐场所品质,其他等五大项目进行平和,通过平和者颁发餐饮卫生管理分级标章,期限为两年, 业者名单在县福等相关网站消费者可以查询到